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威尼创意有限公司的Will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Will 你好 好那现在请Will跟我们分享说 您创业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创业的起心动念就是第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年纪到了 那也要找工作也不好找 那我们接着就是要继续再耗时间再去找工作也行 但是我觉得我的野心比较大一点 那我想要尝试着做出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创业的想法 创业的故事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 那有的人可能是大学毕业他就已经立志他要创业 那像我们就是比较笨 对啊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接人家打工 那帮人家打出一片江山的时候 那最后那都是别人 对啊那我也是到了大概快40岁 我也才认清楚这个本质啊 不管你以前你在工作职场上多厉害多屌 那但是最后那都是别人的 对啊那时候你只是靠一张名片嘛 你只有自己的公司那才是自己的嘛 那所以当下那个时候我上一份工作离职 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啊 那我就觉得应该也不会那么难啊 所以我就试试看 但殊不知就是其实真的创业还蛮难的 对大概是这样子啊 好那想请问有跟我们分享说 那你当初怎么会碰到就是3D猎鹰这个领域呢 那个时候是 哦那是十年前的时候失业的时候 十几年前的时候失业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在找工作 那时候才三 不到三十岁吧 对好像不到三十岁 那个时候找工作 然后就看到有一间那个 我原本是想去北部发展 台北发展 但是因缘机会之下 那个一间上市上柜的公司 台中分公司打来找我嘛 那我就来面试 然后可以接触到3D恋 我就很开心 对啊那会进去的话原因也不是 因为我学历多高 或者是口条多好 好像也不是 那重点好像也就是说因为 我就是我高职读的是机械科 对那至少基本的机械制图 我们看得懂 然后三四图我们也知道 那车床洗床冲床磨床这个东西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听得懂 对大概有一些概念 然后也有一些业务的经验 扣条表达能力也不会说到莫名其妙那种程度嘛 卖设备 卖设备 但是他叫我去卖软体 他们家的软体 那卖软体跟硬体 我也转换不过来 对啊 然后所以只待了两个月他就叫我滚蛋嘛 对啊 那我就想好滚就滚吧 然后就里面有同事帮我引荐到另外一家3D 真的是卖3D印记的方式 那进去我就开始就开始每天摸这些东西 每天接触不一样的客人 每天接触不一样的产业就越做越有兴趣啊 那当然初期真的很惨啊 那个不到30岁的时候那时候 我进去我薪资开太低 我自己喊就想想南部人嘛 南部人笨笨的 就觉得说以后会再跟老板喊 那问我多少 我说我三万就可以了 就说不知待了半年一年也都没调啊 后来我就好离开 离开再去别的公司 然后混了又不怎么样 然后又再回来原来这些 薪资有待有高一点嘛 然后这边又待一待 后来又被挖角去别的公司 就其实一路也是跌跌撞撞啊 对啊 最终的但是你再怎么跌跌撞撞 你只是换棉片 那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 对啊 好那现在请我有跟我们分享说 那你在这个创业过程中有什么 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啊 就是从无到有 嗯 你从我们的厂房是 从一片废墟都里面有老鼠肝 那种东西都扫得出来的状态下 然后墙打掉 能够重新游击隔肩 一直做 然后你每一个进度 其实每一个进度都会有一种感受 你就真的好像是看到自己 自己的小孩子在成长 嗯 然后 自己出来开业以后就会有一些资源人嘛 有的人是不看好你 然后或者背后捅到你的都有 他有的会帮忙你 那其实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也会印象深刻嘛 就人情人暖 就是这个时间看得特别清楚 嗯 对啊 就是 但是我们 一开始我是不能接受 我一开始我得失心很重 嗯 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以前这么真诚对你们 真诚 怎么都帮你们介绍生意干嘛 怎么现在被这样 一开始 我自己不是很能适应 但是到后来 我也看开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要有那种负面的情绪 我才会让自己成长 对 因为你永远待在一个很友好的舒适圈 你就会永远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会成长 我也感谢这些人 曾经 曾经就是让我摔倒过的 或者背后捅到我的 看我笑话的 我也蛮感谢这些人 但是我也更感谢 就是在雪中送贪的人 嗯 对啊 然后我也就很也 当我们第一次接到 呃 客人的设计开发 那是蛮大的一个案子 嗯 也是好几百万 然后也 他的东西 也是我没碰过的 嗯 因为那个是一个 蛮特殊的功法 就不是特殊啦 是我没碰过 嗯 对啊 那 其实做到后期 客人对我们还蛮肯定的 嗯 那他也都常说 他觉得他没有 但我说我也问他说 这么多公司 你为什么偏偏要找我 嗯 他跟我说 他觉得就只有我可以做 嗯 到中间 到后面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 他觉得他没有找错人 嗯 我说就是 其实这种 听到这种话 就是一种肯定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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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就是应该说 什么事情 你说印象深刻 其实我印象都很 一路走来都很印象深刻 包括 不然自己去银行办贷款啊 然后 然后被银行打枪干嘛的 那个都有 那个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 新的学习 所以我 每一件事情 我印象都蛮深的 嗯 好 那想请Will跟我们分享说 哎 那你们的3D列印啊 等等 可以帮我们做 更详细的产品介绍吗 你要给我一个钟头吗 哈哈 对啊 一个钟头才讲得完 但是我自己做的方向是 我想要导入 我想要从我旧有的3D列印 3D扫描这个东西去开发 设计开发 不就是我喜欢的车子的改装套件 嗯 我想要往这一段路走 因为放眼台湾这些在做 3D列印 3D扫描 嗯 3D绘图 他们都是还在focus在制造业嘛 对 然后就是一些 量产型的制造业 然后要不然就有的做代工 有的不然就是做一些公仔 嗯 公仔设计这些就蛮多 那我比较想走不一样的事就是 就是我是想要借由3D绘图 嗯 先3D扫描 3D绘图 然后3D列印 嗯 然后再到模具生产 然后好生产的状态不错之后我再走量产 嗯 对我想要走的是这一段 我就是想要从就是一条龙 然后最终是可以做量产的东西 是的 了解 好 那现在请Will跟我们分享说 那你对于你未来公司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嗯 就刚刚有提到嘛就是 嗯 嗯 短期 嗯 应该说短期目标就是先让公司能够活得下去嘛 那 包含我自己包含员工 大家都领得到薪水嘛 嗯 公司要能活下去 啊中期的话 就是一些可能 嗯 设备的扩充吧 或者是说 呃 代理的品项 这些东西可能在更多一些 在能力负荷的了的范围内去扩充啦 但是我最终 的目标我还是想要让我自己这个WinniTron E WinniLab 它是成为一个 品牌 它是一个品牌 它是有自主能力开发 然后它可以去销售到国外 嗯 的一个套件品牌 嗯 我想要最终我想要做的是这样 但是 我觉得这个当中可能还是会经历过很多 跟变动啊还是什么 但是我最终 我还是想要做这一段 嗯 因为我所谓的变动是 因为当我们今天 如果身为一个代工厂 对 它就不太可能变成自主 自主品牌 那当然这个我也有想过 那我是想说没关系 那 我还是想要这个品牌 嗯 我就要让这个品牌 它就是以后就是 可以挂我这个logo 那你说做代工 那讲难听一点 代工我觉得 随便再去请一支牌 就可以做代工了 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的品牌 我喜欢这个品牌 嗯 所以那我就会想要让它 有机会到 嗯 外销到国外 erten 了解了解 好那想请 我有跟我们分享说 那如果是一个年轻人 他从事这个领域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它们呢 嗯 就是那個 第一個嘛 資金嘛 對啊 千萬不要完全沒有 資金的狀態下去做創業這件事情 因為 你放眼所見的任何一個東西 包含這間辦公室 你光看到這個 這個玻璃格間 金格間 日光燈 這個 那一樣不用錢 然後 你進貨 除非你做的生意是直接就是 買進直接收限 但是你如果有在跟人家做一些B2B的或者是說 有一些常勞客戶 你不可能隨時隨地壓著人家 人家跟你買10萬塊交人家馬上付錢 不可能 對啊 你一定會有所謂的月節 月節30天60天 對啊這個當中周轉他是需要資金的 所以資金 非常重要 千萬 就是 在創業前能多準備1萬 就 就多準備1萬塊 因為真的 這也不怕人家笑 在窮的時候你不要說1萬 你連1000塊 你都會拿不出來 所以資金第一個很重要 再來就是心態 真的心態要比較健全 抗壓性要高一點 最重要的是得失心不要太重 因為 創業 他並不是 外表看到的光鮮亮麗 他並不是說 你看到人家開一間店好厲害幹嘛幹嘛 他背有很多心酸 他有可能 一個月 兩個月他是虧損的 他的產業 他的產業特性有可能是 他一年 可能是前面 八九個月都在虧 他就是賺年底那一波 那前面八九個月你要怎麼生活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 真的要有一個很健康的心態 啊至於 什麼樣叫健康 那個我是覺得 那個是說來話長 但是我覺得就是 資金啊 心態啊 然後 當然我們以前去上過很多 什麼課程嘛 對啊 都會還跟你講到什麼 什麼人脈啦 要有啦 那個但我覺得那是可以慢慢累積 但我真的覺得 資金跟心態 你對 資金一定得有 心態垮了 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 我覺得主要還是這兩項 是啊 所以我有給年輕人建議就是 第一個就是自己嘛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有 就是得失心不要太重 然後你抗壓性也要夠強 那才能就是撐過這個過渡期 那才能讓這個公司慢慢變得更好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 威尼創意有限公司的吳湯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法 謝謝 Will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